高雄近期的房價 因為台積電進駐的傳言 所以是不斷的飆漲 而市議員黃捷是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就說自己買不起 因為房價上漲 但住業的環境卻沒有跟上 會讓年輕人出現被剝奪感 而一般的年輕人 更是對高房價很有感 因為想買卻買不起 來到高雄男子 到處都能看到新建案 台積電進駐中 有五清就職的傳言 讓男子房價沒踩煞車 從三月的十五萬到十七萬 到現在已經喊到二十二萬以上 而鄰近的左營古山 又是近年的高雄新都心 同列為漲幅最高區域 但房仲分析房價上漲 可不僅是因為台積電加持 高雄的以往來說 單品的價格 其實跟北部或者是中部來說 都是比較低一些 那這樣近期原物料上漲 利率又在低一點的部分 所以其實比較自租需求的區域 不然包含山明跟鳳山 或其他等等的地方 其實近期都有因為這個部分 有把價格拉起來 房價上漲雖代表外界看好當地發展 卻也增加買房困難度 讓民眾想買卻買不起 很困難啊 貴啊 不只一般民眾有感 聯名帶也直言自己恐怕買不起 擔心房價漲不停 就業環境卻沒跟上 會對年輕人造成更大的剝奪感 呼籲市府調整屯房稅 增加社會住宅等 保障年輕人跟弱勢族群的居住權 同時落實相關機查 高雄這個機查的狀況是還不夠的 所以我希望說 市府可以正視預售屋之前發生很多爭議的狀況 然後可以落實這個機查 然後落實實價登陸 市長陳其邁回應明代 承諾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加設宅 要求相關局處持續機查 紅單買賣等非常規交易 但收到囤房稅 他則表示要再觀察整體房價走勢 若有需要 就會考慮實施差別稅率 記者陳煥與許貞君高雄報導